偶像练习生VIP见面会上线,20强线深燃爆现场 昨天是个令人血脉斑张的日子 橘子均有幸去到了偶像练习生VIP粉丝见面会的现场,那个气氛叫一个燃炸呀 昨天下午,爱奇艺偶像练习生在北京拜来特影视文化产业园8号演播厅,举办了第一场20强的线下爱奇艺VIP千人粉丝见面会 首次从荧幕上来到全民制作人视野的练习生们,为给全民制作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尖叫 见面会上,练习生们不仅现场演绎了主题曲EIEI,还通过重新分组,将舞台上的经典节目在现场进行了重演 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现场燃炸的舞台情况 全员表演主题曲EIEI,瞬间引爆全场 范城城,朱正廷,朱正廷,前正浩,朱兴杰,林超则重新编排的Bring 由尤长静,陈立农,王子义,Jeffrey,碧文俊,林超,林彦俊申请演绎的 我永远记得,蔡徐坤,小鬼,补凡,琴粉,李希侃,菊胜,郁胜恩,郑瑞斌精彩绝伦的听听我说的吧 相较之前节目中的表演都更添一份稳重和自信 是不是有包括橘子军在内的那么多可爱的制作人在现场,给了他们满满的能量吗? 越努力,越幸运的他们真的是太迷人了 而且现场练习生们的互动也令人忍俊不尽 在选手对全民制作人进行表白的环节中 范澄澄的一句 你长得特别像我一个亲戚 我妈妈的儿媳妇更是引发全场制作人们的疯狂尖叫 福西西你这么会聊,你姐姐知道吗? 为了答谢粉丝们几个月以来对选手们的支持和守护 爱奇艺VIP会员还为现场的粉丝们准备了特别惊喜 在随机的座位下方准备了20位练习生写的亲笔信 而蔡徐坤信中的一句,因为不再单枪匹马,所以不再害怕绽放光芒 抄走心告白粉丝 练习生们简直不要太暖啊 Pick你们一点也不后悔啊 除了练习生们的精彩演出给制作人们带来了惊喜 现场主舞台、展区、签名区的三大板块的设置 也为现场粉丝带来了最大程度的互动福利 主舞台的表演和互动之外 爱奇艺VIP会员还在场馆内设置了练习生展区 不仅有选手单人的大幅悬挂海报 以供粉丝们合影使用 更是设置了一个玻璃展柜 邀请选手们陈列出自己最具代表性的物品 相较于以往单纯的舞台表演和舞台互动 爱奇艺VIP会员此番设计 让这次的线下见面会变得更加用心 粉丝也能通过爱豆分享的小细节和小物件 离他们的努力以及背后的故事更近一点 这次的VIP粉丝之旅绝对不亏 不仅大饱了眼福 还与小哥哥们进行了激动人心的暖心互动 此生足矣 为了小哥哥们的出道 我们要呕心沥血的投票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全民制作人们加油投票吧